各位同学,麦腾作为B级车的长青树销量一直可悬可点 但是现阶段新能源车竞争的如此激烈情况之下 全新换代的麦腾它的产品里还是那么拔尖吗? 一分钟了解一下 首先外观终于是大改了 前连尾部都加入了很多发光的元素 更加的新能源饭了对不对 总之这个外观不过多赘述 变得更加年轻饭了 少了一丝沉稳感 不知道大家还看的习惯不? 当然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套动力系统有1.5T和2.0T 现在2.0T的版本虽然不是海外的第四代1188 直接沿用的是第三代1188 但是现在入门级的2.0T版本直接就是高功率版本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20.99万的中配应该会是未来的一个走量车型 如果说外观层面的新能源化显得过于年轻的话 那我觉得在内饰层面的新能源化 是大部分消费者都乐于看到的 首先就是整套的主动式氛围的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说实话 至少在以前的大众车上 是很少看见有这么舒适的氛围等等 其次就是这套车机系统的使用体验了 中低配是12.9英寸 高配版本的直接是15英寸 当然中间那个配置是可以花钱选装到这个15英寸的 选了15英寸之后呢 车机去变成8.5芯片 变得更加快捷了 整套系统使用下来还是挺流畅的 关键是 我觉得它比同级新能源车好上的一点就是 在这么大的一个行动当中 它原生支持Apple的CarPlay 这个用户体验够顶的 当然附加的这块屏幕呢 我觉得是完全不值得选装的 还有一点 它也采用了怀挡的设计 这一点也很新能源 对不对 不过呢 它采用的是双离合变速箱 我知道大家对于双离合这三个词 还是有点抵触的 但是对于大众极端来说呢 这套双离合系统还是比较好用的 无论是大众的DSG 还是奥迪的S20 亦或是保值街的PTK 无论是在换挡的平顺性 还是逻辑性 关键是在油耗经济性方面 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后排的体验 我觉得是麦腾一如既往的优势所在了 首先空间真的是巨大 你看我腰气是身高 做到后面很舒展对不对 这就是燃油车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天生就比新能源车来得更好一点 当然如果你期待配置更高的话 除了它自带的电动靠位可调 还可以单独选装 作与通工作与加热 所以说全新一代麦腾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 产品力也变得更加的新能源化了 关键的是它的驾驶质感依旧是非常的得位 下期我们开起来聊